我们平民准备起飞了 今天是12月15号 现在飞机起飞上三个月 我们两个月不休息一会儿 不休息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 不休息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 现在是孙高杰在跟斯大林家的首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年的墨西哥的行程 基本上是在墨西哥城和瓦哈卡附近 会跟我们的两个当地的墨西哥朋友到访他的家乡 我们今年的墨西哥的行程 这期间度过圣诞节和新年 还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会在当地租车 希望我们的这次旅行一切顺利 也希望能经过这一次的旅行 更进一步地了解墨西哥这个国家 我们的朋友从机场里出来了 他们俩啊 刚刚抵达 哇 看看这人山人海 琳琅满目 灯火辉煌 看到这麦西哥城也是个不夜城 这家吃taco店已经十点了 还是人满为话 我们现在在吃taco 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口味 它这一家有几十种不同的口味 所以有的是牛肉 有的是牛腿 有的是牛肠 我们昨天的Airbnb主人来了 这个是典型的墨西哥小屋 然后这还有一间 两个床 睡的都拉出来 所以这样比较省空间 然后呢 沙发 餐厅 一个厨房 这边都有洗衣服 我们现在在这家车行租车 就在飞机场旁边 墨西哥国际机场 在Terminal 2 你一下来之后 如果你要是坐AirMexico 下来就是这家车行 我们现在在美西哥 国际空间 Mexo在开车 Anna在直路 我们在后边 海外旁边 我们现在下来吃早饭 路上的一个休息站 这就是他们的休息站 我们现在下来吃晚饭 这里边有几十家饭店 热火朝天的 几十家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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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火朝天的 几十家饭店 这个 这个是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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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起司 你看这起司带鲜味的 这个是 他们刚才给我们介绍的 这是一种特别的起司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教堂 就在山顶上 我们要爬上去 在城市的中心 叫山 NN East Cholula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山顶上 这个天主教堂 在 Colula 这个 Township 从这个山看上去 四周的 Colula 这个城市 尽收眼底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 教堂的另外一侧 看看 非常美丽 这个城市的全貌 所以我们进来看看 是不是 在七岛里面 中间里面六 又是驾驶 这是教堂正中央 在主席台的后面 我们现在来到了主席台后面 看一会儿前面就是教堂 这是教大主教 在这穿的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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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了教堂底下 这就是Colula 看看他们卖的什么东西 这些食物 各种各样的小虫子 还有辣的 这是蟋蟋 有蟋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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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水果的水果摘 有小姑娘 在这为大家服务 小小年龄做生理做的很好 Mexican Labender 哇 这个很大 非常好 公元前一千年 就在这建了他们自己的城堡 并且在这建了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的高度就是山的高度 实际上教堂坐落的位置是以前金字塔 最后西班牙人来了 把这个城堡全部破坏 把这个金字塔也破坏 把这个金字塔改成他们自己的大天主教堂 用的食材全部是这个城堡里边的当时的建筑物 这是一个古代的争斗场所 所以武士们要在这儿举行重大的赛事 看这个人脸嘛 这块石楼像是可能他们当时祭祀的神 你看他后边那个台子上面放了块石楼 很像祭祀的圣坛一样 所以当时是在这里举行这个隆重仪式 和正式这个节庆祭祀活动用 所以像这些大石头可能都是超大的祭坛 可以想象一下吗 3000年以前 这建筑有多么豪迈 多么雄伟 多么气魄 金字塔时期 在这个墨西哥 这座城 应该整座山都是像这样的建筑结构 这个小汤 阿德里高 在墨西哥 城 往南 一个半小 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的路上 小火车开着 哇 好热闹 阿德里高 记住这小汤阿德里高 非常热闹繁忙 这种小汤绝对安全在墨西哥 街头还有演出的给大家表演 很好啊 我们在找酒店 家家都满了 现在我们现在开始找吃了 家家都没有做 这就是这个城市 超棒 现在找饭店 都人满为患 拥挤不堪 到处都是人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Mention Dicondi Restaurant And the Spark 我们现在准备在这家店 用晚餐 这家饭店的 林街的 腾廊 中厅 晚上可以喝酒 我们现在正在点菜 是 你高级吗 没有 当我看到很多人 和灯 我 很多色 哇 我给你灯 漂亮 谢谢 漂亮 你看 那是四个人 对 干杯 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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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大饭店 哇 这好漂亮 好 好 好 耶 Feliz Navidas 这是我们今天晚住的Airbnb 小房子很漂亮 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小楼 然后这是个庭院 所以我们在这儿 车停在这儿可以 咖啡 看这儿 哦 看这儿的灯 哇 这儿也漂亮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了这个小汤 Atalisco 这个小汤每年有两个活动作为著名 一个是9月10月的花节 还有一个就是圣诞节的灯光秀 昨晚到达这里的时候 所有酒店爆满 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这家 可以容纳我们四个人的Airbnb 这个老板娘也特别热情 早上起床 她给我们准备了当地的著名的咖啡 这家庭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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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小的香蜜 一小小的草 一小小的香蜜 很香 现在老板娘要给我们再做一个茶 请不喝 他拿出来那么大块蜂蜜 还拿出来好多 你能找到这个商店 好 一二 一二三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小烫的 最高的一个天主教教堂顶上 这个教堂修在小山坡顶上 看到对面这个是个火火山 去年还在喷发 现在每天都是这样雾气腾腾 在这种喷发的状态 是墨西哥境内最高的火山 在埃德里斯卡 呀 去年它的这个 埃什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那个Airbnb 它去年收集了两桶这个火山灰 就喷到他们家的院子里 你看到现在他们还在冒着烟 没有喷发岩浆 光是喷发的一些灰 非常大的土灰 这个叫波波嘎 就是波波嘎 一直是活的 现在你看又在喷发 就是每天都是这么喷发 但是要厉害的时候就会 现在还没喷发过岩浆 现在就是冒烟 对就是一直冒烟 所以这附近 它那个附近 热气腾腾腾了 一直是活活的 非常好 谢谢 有在这儿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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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得不多 要来争取早点来 人很多 否则停车是个问题